有沒有想過高仙電影院的出現 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迴響 當中又有什麼意義 2359由我米基跟你說高仙電影院 高仙電影院是西環市駕17年再開的戲院 對上一間已經要數到94年清拆的福星戲院 是高仙電影院把大銀幕還給西環居民 不只在西環其實整個香港都少了很多戲院 八九十年代戲院總數超過120間 去到近年足足少了一半 是亞洲排名最低之一 數量少到如果全香港人要同一時間看戲 一個電影院要失成三萬人 戲院少了不本地電影產量都少了 93年最高峰時期有234部 去到2019年只剩47部上話 足足少了百成本土戲 高仙的出現有一種本土電影未死的南韓 傳媒的報導帶眾的迴響 令沉寂一時的香港電影再有新衝擊 這是高仙電影院的故事 最近銅鑼灣棉花路T型路牌不見了 不過消失的這塊路牌並不是最罕見的 想知道哪塊舊路牌最大卡 2359由我米基講講T型路牌的故事 原角T型白底黑字 街名還由幼至左牌 是不是覺得好熟面口 因為在希雲街的這塊舊路牌和棉花路是同一批 全部都保留了超過60年的舊設計 賣少見少 全香港有幾十塊這樣的街牌 又是原角又是T型 但這種街牌更少 只剩下一塊 全因為它是黑底白字 現在香港的街牌一式一樣 以前怎止一兩款啊 還有粒角T型食屎雙框 白底白字紅字循 顏色 字體 用料 形狀 全部都不同 不過政府搞事區重建 路牌拆的拆 偷的偷 香港人 不要下下等沒了先來話可惜 你和我都有份要保護香港的文化 這個就是T型路牌和我們香港人的故事 UA戲院今天宣佈即日起全線倒閉 但你又知不知道UA這麼多年來 創立了多少個第一紀錄 2359由我米基 和大家說一下 UA戲院的故事 陪著香港人成長的UA已經開了36年 是香港第一間年鎖戲院 由於80年代的戲院都很大間 國伯人室同一間院 看戲又吵又閘 UA是第一間改二世影院營運 令大家看戲更舒服 就連以前由咬借看戲 變到買炮谷入場 都是因為UA而改變 不僅如此 UA在香港也創下了很多第一紀錄 由1985年沙田開了首間UA 之後成為第一間可以上網買票的戲院 第一間為殘疾人士提供設施的戲院 第一間將IMAX巨幕引入香港的戲院 可惜也是第一間宣佈全線結業的大型電影院線 全世界的立體聽覺賣點 你又會不會不捨得 沙田、太古城、黃埔和鵝灣UA戲院 哪間送你最多的回憶呢 Nike最近推出香港限定發售球鞋 鞋身就印有竹棚的符號 還有花馬 究竟這幾個鬼話符有什麼意思 239由我米基和你解密 花馬 其實香港開貨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人用它來做數字標價 在酒樓、茶餐廳、海味鋪比較常見 當年花馬的普及程度甚至連職員都說 那時候我讀書一寫 講到這麼基本 那怎麼看呢 上面代表數字 由左至右看 這個就是29 然後再看單位 得的原字就是2個9 多個10就是29 108 職員還提醒我們 2字你只要這樣打滑 你學這個又不對 因為它是走投 原來是9 不猜不到以前小學雞都認識的花馬 差點就成為我們這輩子眼中的鬼話符 現在來說真的沒人用 現在多數寫阿拉伯字 1、2、3、4公 很多時候我那年幾都認識的 你們比較喜歡 3、4、4公 這裡就是全不同花馬的故事 為什麼 為什麼又多人又逼都要去 為什麼進去好像黑洞一樣 永遠都出不回來都還要進去 為什麼重重復復聽著洗腦歌都還要進去 為什麼 這些就是營銷策略 2、3、5、9 由我米基跟你說說 DONKI怎麼出位 DONKI之所以整個迷宮 是由法律在畢業的創辦人 安田農夫特意度出來的 有律師不做 反而在29歲的時候用盡職速 開了當時的小偷市場 將所有貨品堆在一起 走廊有這麼窄得窄 貨品有這麼密得這麼密 這種壓縮陳列化 令到客人好像陳寶一樣 不覺不覺拿著拿著大包小包 再不覺不覺走到收穩 哎呀 銀包有帶出血了 現在的DONKI還有日本特色 就像主題公園一樣的大門 小孩的主題曲 還有減價標籤 這些全部都是和傳統百貨公司 反其道而行的招數 這就是有關DONKI成功的小故事